俄罗斯在俄乌战争持续激烈开打的节骨眼爆发内乱 原本和俄军并肩作战的雇佣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头目普里格任 突然间号召叛变 之后更是宣布控制了南部顿河畔 罗斯托夫的俄罗斯军队总部 还直接点名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和他会面 我们在 genetics部长 730分钟 扖夫地监 并且转排 总部总部位 由于分析事件 帮助不合体勾 没有 其中一个队排 我们拿换取 线采谈谈 不让他们 而是在局局里面 普里格任星期六 透过Telegram发视频动言 除非邵伊谷和格拉西莫夫前去 否则他们会在那里封锁罗斯托夫 并且前往莫斯科 在这之前普里格任指控 俄军领导层下令以导弹袭击 瓦格纳集团的营地 造成大约2000名瓦格纳军人死亡 他扬言要向邵伊谷讨回公道 而俄罗斯方面是否认了指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